但是我还有个问题 就是我有点没搞明白 银行它是 它是怎么就做到了 控制住了 它是怎么 怎么说呢 它是怎么做到了 跟我说我重新组织一下 就是它是怎么控制了 那些小的企业 它们是怎么做到 是能直接去 跨越那么多的那些企业 然后去包罗万象一样 就是各种业务都有 它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有点没弄明白 就是银行 我想企业发放贷款 一是贷款 二是这个银行 也是这些大字笔下 这些融资的工具 那些我们新年小企业 那些小资 小资建议 想要实际变成大字笔家 就必须依靠银行 它们变成 它们变成大字笔家 依靠银行的贷款 你步步步爬上 这个大字笔家的位置 什么时候 他们就 他们就向银行 借的更多 银行手里的欠条 控制了他们的金钱 明白 哦 明白了 就这位同志 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继续问啊 这个 这个第一次 什么 大家就可以 暂时还没有了 我暂时只能想出来这些了 要少今天 呃 那靠后作业啊 这个非常抱歉 这里留着手作业啊 就是 请弄清楚寡图 寡图其其主义 然后这这一个概念 什么东西 呃 就是请你 请你弄清楚寡图集体主义 这一概念 然后再希望在下一次讨论会上 就给我们带来比较多的惊喜啊 能不能再说一下 我我个外面听不清有点 就是寡图集体主义 这一个东西 哦行 正好下一张就是奖金融寡图 啊 不是不是金融寡图 是这个政治制 哦 就是突然你去看一看一九八四 你就去 呃 你一会能去那个 那个群里打打出来吗 我我我一会 好的好的 我我现在我出我出去直接打就行 我我现在在这里打就行 呃 你看好了 这个瓦头集体主义 这个这个你看见了吗 啊 我觉得我我觉得你下一次说说这个 挺好 这是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就是通过一九八四一个比较理想化的模型 我相信你应该能讲好 行我试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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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像没什么个说的了我现在 还有人想说什么就说车就车了 对吧 啊 那就电话批判卫明子 哦 可以兄弟们 我只会想骂他了 这就是狗 啊 赶紧骂吧 赶紧 现在讲述一下 还有那些狗腿子们 如果再电话的话就火速报告组织 哎 对啊 那个现在现在对吧 这个这个是好话题 那个大家都别走啊 魏明子 啊 如果魏明子 来到这里 哎 那是我单开一个 对吧 对吧 我直接单开对吧 直接直接单开我靠一个人骂石油 没问题 是啊 我看魏明子不是掌握什么真理胜点吗 啊 看他掌握的那么厉害 那是那是因为卡在他后面 他是卡的兵线 所以所以说比较危险 是 那就说什么 那就批判 那我们就换个话题 就提个主题出来就是 批判魏明子啊 必须批判 批判魏明子 家长主义 经验主义 等无脑言论 我先我先出一个反动言论啊 就是魏明子他曾经提出过一个 就是我们那个矿工啊 各种那个摸鱼啊 都是工人剥削资本的行为 这个这个东西有视频的啊 这个请大家批判 啊 最晚工人 批判有意 这东西懂得都 一说说 今今今早先用歪信 这样的行为 罢工 罢工事 他拨欠他 说在哪 但凡 你一听到这个话题 一看就知道 他觉得是神经验的 有人想挂言吗 偷换概念 他经典偷换概念 说实话没有什么好评价的 几句话就几句话就能了结的 就是其实我我觉得吧 我们批判 就就为民主这个人就是拿了托屎 问我身上撒 就我们我们不要吗 肯定不要啊 谁愿意撒在他身上 然后他说 哎呀你们居然这么招这么招的 然后就开始骂我们 对吧 他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 各种意义上 他就是一条狗 对吧 一条一条TS的狗 也是一条资本的狗 啊 相当于一个 在我们的建筑圈里边是三家性的一个地位 对吧 那个 呃右派嫌他不纯粹 左派 左派就觉得他就是个屁儿 对吧 那个TS对吧 TSTS都觉得这玩意给他招黑 啊 当然TS本身也够烂了 那个 又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offer天根 对吧 对吧 对于魏明子这个 魏明子这个人 我这样这样 我这样就在没有 进入建筑圈的时候 我就我就看他 就就就就就就吧 你看这个人讲什么语言 他讲这些东西对吧 狗屁不同 呃 譬如说他那个所说的那个 要让企业在那个国家面前 前面进行那个社会主义 主机改造 我我我在做在这里做一个批码 就是他就是放屁 你一个企业 对吧 如果在这个改造之间说你 对吧你完成了个什么改造之后 你就要被政府逮过去枪毙 然后把你这些东西全都给嘎了 都全都调成政府了 对吧 你看资本还愿为人家干活 然后他对吧 这个而且他这样这个问题 这个观念就是他的一个指柬 江山接文字的情况下 对吧 他还那个搞什么工艺 结果他那个苏打水厂 工人们一天工作14个小时 还扶自己所谓的什么社会主义 各种大共和 他只不过就是一个 对吧 看了盗版书店 封膜的一个废物而已 对吧 还是那个话就是但凡是有点 但凡是有点脑子都不去看他 对吧 正常人正常人要么就去看博同志 要么去看前进行对吧 这个 就怎么封到这票的人就是使咱们骂他也不值得 对吧 他们那个所形容的所所能做的也就只不过是和国民党一样 对吧 各种使用各种下三代的手段 对吧 就就和那三清团那三清团那就是纯纯流氓组织 对吧 70万个流氓鬼那谣的那个网 Leaf那什么 到最后还有倒最后他也是 他也是 是塔的一条狗对吧 是答应他还不好意思充他 我想告诉你们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那个对卫明紙 那个斗争啊 其实风险非常巨大的 然后使然后几乎是完全的亏本 对吧 批评卫闹只固然能给我们捞的名声 但是更大多数可能会把紧格叫到我们家里面 对吧 其实我觉得我们面对未明子 就是一个就是归缩 归缩防御 然后让郭同志在外边发视频 对吧 对吧 哥们对吧 我我我郭同志我不跟你连麦 对吧 我跟你连麦 我14万对70万 我肯定不留 但我发视频 对吧 我发视频 我纯情谣言 我宣传理论 我批拨为明子 对吧 为明子他那么天天直播 他有时间 他哪有时间跟人家 他他哪有时间跟他人家好 然后人家这个事 就那么过去 这才这是比较好一个结局 最坏的结局就是我们再次做的各位 对吧 都跑了 都退出左圈了 以后跟警察叔叔保证 哎对不起 对不起 你别给我档案件 你要你要不给我档案件 记上这一笔 那我那我以后就退出 特地彻底退出这样的圈 退出左圈 然后博同志做一个学生 再在在在那个 扫黑屋里边待15天 微明子一点是没有这最坏的结局 大家不要对吧 大家不要忙 不要乱冲 对 因为微明子 他站在一个塔的边缘 一个玩意 我们使劲冲一把 之后我们定然会被他打 对吧 你看我我今天 我我前几天 这些天 我都一直是在这个试探塔的底线 说不定就会成为第二个米哈游 所以说 这个也可能也连累了相当多数的亲友们 对吧 这个 呃 这个是我的错 对吧 这个不应该下一个研究塔学的 这个我检讨 但是我们面对未明子 还是始终要找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方式 对吧 我们不能 我们不能光是被他骂 也不能光骂人家 光骂人家 人家那个玩不起 叫警察来 对吧 怎么办 对吧 对阳工 比起阳工 对吧 就就就成天派 成天那个轮班 成天轮班派的人过去 那个 对吧 就类似于那个剪奏 就相当于当年生病 那个突袭 旁边说 那个剪剪奏的方法 对吧 我第一天我派 我派20个人给你 第二天我派10个人给你 第三天5个人 对吧 然后最后 最后一天 人家 最后一天 人家也懈怠下来了 一对人上学一块骂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就行 就还是那句话 魏明子这个人 现在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相当于互联网上的基督权 如果说我们这玩 这玩意相当于 他是独身的话 对吧 他就闻一闻 闻一闻 对吧 到各个群里边闻 闻啊闻啊闻啊闻 闻出来 闻出来 咬一口 对吧 你是左派 咬一口 对吧 咬不死 叫主人来 主人一枪崩了 你让你在小虎 小虎屋里边待15天 我还是那个话 我的提议就是 我们跟他硬碰硬 我们占不到任何便宜的 因为他后面有 对吧 正如同那个 像那个米哈游之安 老是说张北海会被封 张北海会被封 我们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 而是 而是那个 要认认真真地对待这一件事情 不要把这个事 说得太小 也不要放得太大 就是我 我的建议是这样 啊 是的 没错 但是呢 卫明子 虽然说我们不能跟他一口一口 但是在背地里面 批判一下他的那些逆天言论 还是很好的 不是说不行啊 但是呢 批判他的时候呢 就不能挺名言 就是直呼一些什么东西的 不然真的可能会触塔 但是呢 过了左派连合起来 其实可以试试看 你知道吗 但是呢 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们 对 他批判过哪一些人 挺散的 当然他那个 他就是互联网上一条 木曜桥而已 就是基督桥 他批判的人 包括他目前 杨和平 还有张北海 郭同志 以及还有许许多多的左车 他就是一条人见 人闲的 他不是路线斗争 是意识形态的争动 他就是个 他就是个对吧 他就是个学刀版书 学风魔的废物 我看到 我一个出众的时候 我看到刀版书 我都最新码 我都 这不对 那不对 对吧 我都能看出来 但是他也不是看不出来 他就想赚那笔钱 我们就要利用他这一点 对吧 你看你这个 你也不想 你也不想让失去警察叔叔的信任 是 但我们和魏明子的矛盾 是路线斗争吗 其实不仅是路线斗争 更是一个阶级斗争 魏明子 他是维护哪个阶级 我都不用多说 你们听279同志的那个 那个发言都能猜出 他是维护哪一个的 这里就不必点塔了 所以说他不仅是路线斗争 还是阶级斗争 我们就是要 而且呢 我们还是要同他斗争辩论 至于辩论方面的话 我们肯定不能跟他当面对论 甚至是他发表那些时候 我们大部分人是 是无法跟他证明对线的 只能退而求其色 而且呢 怎么说呢 魏明子啊 他发表那个动态啊 有很多 那就比如说他 他目前发的 最近的一个动态 是6月30号发的 那个我维护8小时工作制 反对煽动激进政治幻想 他就是个公贼 这段明显公贼发言 我现在可以立刻就批好 完全可以披露 我连副高我都不用了 他说八小时工作制 就是我们批办他的嘛 你看一下他的内容是什么 大概念给你们听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什么 不时谣言疯传 我个人和团队 支持八小时工作制 和相关法律的落实 实际上我们在 舆论宣传和法务咨询 服务层面 扩号 始终 始终 支持完全的尊重 和拥护八小时工作制的 社会主义观念 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实 愿意用行动 继续支持国家 对企业实行八个小时的 工作情况的监督和完善 说真的 这句话简直跟放狗屁一样 我都不知道 他究竟维护在哪里 还愿意用行动 我倒不清楚 他的行动在哪里 但凡看过他的视频 知道 三个小时 几个小时那种视频 好像他都一屁股 就坐在那个电脑面前 都不知道他监视 跟维护在哪里 他好意思说 提相关法律 说真的 我老爸都是在打夜班 从来都是白班 晚班两边倒 累死累活 我老妈也是一个情况 你说这个只八小时 我就好奇他监控在哪里 何的监控 他在老家 而且还有什么呢 下面这些什么 某些声音 趋于一线劳动者 追求权益的大方向 什么 顽固国家介入 调整劳资关系 使对八小时工作制的 权利落实和 持续完善 片面炒作工作 工时议题 反复制造 舆情热点 酝酿空洞的焦虑和不满 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这一段 一听下来 重点是什么 他说什么 他说某一些声音 某一些声音 他说的是我们 他说的就是我们 说的就是我们这些左翼人士 那还趋于一线 劳动者追求权益的大方向 难道不是吗 我们左翼不就是为了 因为这些劳动者们 得到相应的利益吗 那他这句话什么意思 很显然他出于反对的态度 他还说什么 他说 他还帮出这个国家 调整难度关系的全面落实和持续完善 说真的 国家根本不可能完全落实这八小时公共做志的 他也 而且现在国家也做不到 就怎么说他们国家要是落实了 就我们都不会在这开会 对吧 国家要是落实了 我们我们这个情我都见不起了 但凡落实了 我跟你讲 他根本都不会发出这种动态出来 这还是两个月前6月30号发的 而且怎么说 他还说什么 他还说我们反复什么片面的炒作公 就是公私议题 然后就还反复制造舆论的热度热点 他还 就是我们酝酿出了空洞的焦虑和不满 对于此他们坚决反对我们 就这些做法 难道是我们引起了劳动者们的焦虑和不满吗 我们反复制造热点不就是为了让劳动者们 理解到而且要争取这8小时工作制吗 那如果照他这么说的话 那当然李大招的话 就应该早早的就被这个为名字枪毙 合得他当然就是反对那些陈独秀李大招 这这些革命先驱 那他简直就是狗屁不如 但是各位我们要在一个弦外之音 就是我们从懒下来这个动态 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用一种我们很熟悉的说法就是纯球笔法 纯球笔法同志们 这代表着什么 这他妈和那个工作文件他妈一模一样 就当时对吧各种事业单位发的就 就他甚至比这个 这个各种工业单位那些事业单位那些文件 还有长篇大论 还有空洞 还有空法 这说明什么 他已经被招安了 对吧 你们可以发现他前面的动态各种东西 对吧他要么要么就是狠骂左翼要么就是怎么着 然后对吧 这已经充分的证明他已经被招安了这个事实 但是我还想说文明子就是个傻人 哎呀我真的 我真的很想骂他 是的没错 但要不是他 他有个组织啊 虽然说我们打狗都要看主人呢 这是他 这孩子是他短短前面的两段话的意思而已 那么后 那么后面第三段呢 他说什么呢 我们从法务咨询实际